这是末日后的地球,人类文明已经在战争中终结,只剩下两个女孩行走的废土之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其他幸存的人类了,每天只是开着小三轮车四处逛,寻找干净的水和食物,捆了累了就睡在车斗里。 虽然黑头发的小青经常会在睡梦中被黄头发的游丽吃手受,不过这次他醒来后听到了风声,有风声就说明有出口,向前赶忙叫醒游丽,一巴掌下刚刚的唾液抹活了他脸上,他们顺着风走,终于舍出了这个身手不见屋指的迷宫隧道,但此时已经是晚上了,天际还时不时划过一道流星,为了庆祝,梁还把最后一罐汤拿了出来。 吃饱喝醋后,看着天际的流星,梁不知该如何形容内心的感受,因为没有人叫过他们,这里到处都被冰雪覆盖, 这些残缘断壁可以证明曾经的战争有多么激烈,虽然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其他活物,游丽还是苦练枪法,几乎打到了百发百重,他还让小千跟自己一起练,小千不愿意,他更喜欢看书,把还能有的武器收集起来后,两人继续探索,还看到一辆废弃的坦克,游丽问小千坦克能不能吃,小千语气一如平常的想让他试试,没想到这二傻子还真想去咬,看着面前一片狼藉,游丽忍不住问小千,以前的人们也缺粮食吧,为什么光造武器呢? 要是不造武器多搞点储备粮,他们也不会天天找得这么辛苦了,通过读书,获得了一些知识的小千便告诉他,或许是因为战争,笨蛋游丽又不明白了,战争是个互相伤害的,为什么还要发动战争? 说着,两人又看到了一架飞机,小千个仔爬不上去,还有游丽举着他,两人一边探索一边探讨关于战争的问题,假如有三个人,但实物只有两人份,这时候只能拿起武器战斗了,游丽若有所思的应了一声,也不知道听没听懂,飞机上的好东西还挺多,除了一把炫酷的加特林,还有好几箱炸药,小千决定把炸药带走,以后可以用来炸墙壁, 这时他又注意到了旁边的箱子,打开一看,里面就也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军粮,他们齐心协力把所有军粮搬到了车上,有了这些就可以又吃一段时间了,然而一袋军粮只有五根,两人各吃了两根后就只剩下了一根,那么最后一根归谁所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需要一场战争程的解答,小千本来想一分为二的,游丽却直接从他手中抽出了军粮,另一只手拿枪抵着小千的头,冷冰冰的枪口再加上游丽没有丝毫温度的眼神,小千也不免有些慌,他缓缓站了 起来有些恍然,原来如此,我也应该带好武器嘛,而游丽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并且告诉他这就是所谓的战争,说完就一口把军粮给吞掉了,还扒鸡嘴细细品味,小千终于忍不下去了,一个头吹把游丽撞翻在地,接着又是一击有精破颜拳直接砸在对方脸上,游丽不仅不愧疚,还傻呵呵直小,企图蒙混过关,看他这样子小千更来气了,其在游丽身上一巴掌接着一巴掌,最后两人满面超红的躺在雪地上,运动过后,感觉 刚刚吃的净粮全部都消化完了,结果游丽这个笨蛋居然一把抓起地上的雪散进嘴里,咽下去后又忍不住感慨,到只能吃雪的地步,战争真讨厌啊,不过好在还有伙伴,他们彼此就是对方的依靠 天快要黑了,但小千和游丽还没有能找到避寒的地方,放眼望去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游丽却还有心情在小千头上堆雪人,他觉得或许世界早就灭亡了,他来只是活在死后的世界 小千无情地告诉他,死后的世界是很温暖的,所以很明显他们还活着 风雪越来越大,小三轮车上都积了厚厚一层,游丽和小千也几乎被雪不改,终于在一个上坡之后看到了建筑物 此时的游丽已经快被冻僵了,产产微微转过身下车,连人一起抱着胳膊往建筑里走去 原来这里是一个发电站,游丽突然发现一根完全没有积雪的管道,而且缝隙里正在流出热水 游丽立刻举枪朝管道射击,可惜的手被冻的发柴没办法做瞄准,打了好几下都没能打中裂缝 小千健壮便上前用自己的肩膀给游丽做枪托,同时捂上了耳朵 这次游丽终于瞄准了,热水喷有而出,这么多热水可不能白白浪费掉 连人赶紧去找了个没坏的管道拉过来做椅缸,然后跳进去美美的泡了个草 从夜那里离开后,连人只洗过三次澡,这是他们许久没有感受到的温暖 真叫人脸扁呢,感觉瞬间活了过来,过去这才是死后的世界吧 这日两人又点燃了火堆准备过夜 小千掏出日记本,开车记录今天发生的事情,然后使唤游丽,天柴家伙 没命起悦,脑子不好的人就应该多干活,可怜的游丽又吃了没文化的亏 小千告诉游丽,书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多亏有书才能知道以前的事 可惜在爷爷那里看的很多书都被烧光了,现在他随身携带的这只有这几本 游丽也想变聪明,让小千拿给他看,但是他不识字,也看不明白,还一不小心把书当成燃料丢进了火堆里 小千惊慌的立即扑上去抢救,最终也只剩下了这么大半本 其他又开始蹂躏游丽那张大圆脸,还用一大堆脏话辱骂他 游丽也不生气,不知道是没听懂还是不在意 不过看到小千躲进睡袋不理他,他还是有些难过的 于是悄悄从袋子里抽出了小千的日记本 第二天两人要重新出发了,小千对游丽还是爱他不理 但是两人齐心协力把小三轮车推出去后,小千的气也就消了 书没了还有日记,日记坚持写下去就跟书差不多了 说着他掏出了日记本,突然发现上面多了点东西 是游丽化的小千的睡言,还有下面一句大大的对不起 虽然还把对不起写成了对不起 不知不觉,风雪已经停了,最近几天都是大晴天 冰雪笑容顺着排水管哗哗流 小摩托车下不来,为了取饮用水,他们只能脱下鞋徒步走到对岸 前几天刚洗完澡,今天天气又这么好 两人干脆把衣服脱下来洗了,水和天空都是蓝的 小千便给游丽讲起了他们从未见过的更蓝的海洋 突然游丽起身跑开,还把绳子另一头绑着的小千给拽趴下了 不过等从小千从水里抬头,却看到了美丽的彩虹 紧急着游丽还从水里摸出一个奇怪的东西 小千认出了这是鱼,已经死了 毕竟除了人,这个世界应该没有其他动物还活着了 游丽当机立断决定要吃了它 小千一见都诗广,知道这东西还是适合烤 搞了根铁丝把鱼串起来架在火上 烤好后,先让游丽试毒 这个笨蛋毫不犹豫地咬掉一大块肉开始品味 小千紧张兮兮地问他感觉怎么样 游丽故意卖了一下关子,才开口,好吃 小千也咬了一口试了试,感觉味道怪怪的,但是好吃 两人很快将一整条鱼吃的只剩骨头 躺在地上等衣服亮干 游丽很好奇,这么好吃的东西是从哪来的 小千回答,可能是从上层混着排水一起下来的 游丽便想去到上层,找到很多的鱼 然后全部吃掉 微风吹过,他们双双闭上了眼睛 这天,小千开车继续行走的路上 突然问了游丽一个哲学之问 人为什么会活着呢 游丽迟迟没有回答 反而拿枪敲了敲小千的脑袋 敲的摩托车差点掉下去 其实小千只觉得他们这样活着很没有意义 每天就只是四处徘徊找吃的 找到补给就又开始移动 这么走下去,究竟会有什么呢 说着说着就听到了游丽的呼噜声 果然还是想的少的笨蛋更快乐一点 听下之后 小千逃出望远镜看到了远处的一座塔 那里大概可以去往上层 不过有一道深深的裂缝阻隔 他们没办法去到对面 就在两人思索的时候 一阵生腾的烟雾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地上居然有点燃的烟头 火不会自己点燃 所以说明这附近有人 游丽和小千立即警觉起来 然而等游丽刚把枪上膛 不远处就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 一栋大楼轰然倒塌 而烟车之中缓缓走出来一个男人 他在手里拿着爆破装置 小千令他不准的继续往前 游丽也端起枪瞄准对方 没想到男人当场给他们来了个开口柜 在张开嘴只能发出阿巴阿巴的声音 因为太久没有讲过话了 好在调整了一下终于能正常交流 男人名叫金泽 他也想往对面去 便爆破了一栋大楼当桥 看到两个小姑娘 金泽也很惊喜 他同样很久没遇见活人了 一边点起烟一边告诉他们 自己一边旅行一边绘制地图 听到小千说 他们也想到对面去 便请求搭个顺风车 毕竟桥都是人家大的 小千便没有拒绝 金泽和游丽一起搬石块垫了条路 经过一番努力 他们终于把车推上了桥 金泽一直在旅行 附近的地图也被他摸清楚 还绘制了地图 他先带着游丽和小千去了加油站 把摩托车加满后 又装了满满一罐才出发 金泽忍不住感慨 两个小姑娘真能干啊 这附近之前大概是居民区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可惜现在就只有他们三个人 行驶在未知的旅途了 而中央那座巨塔似乎是更早的人建造的 他们的祖先不过是住在古人建造的基础设施里 就这样 在金泽的指路下 几人一边前进一边聊天 游丽还吵着要看看金泽辛辛苦苦绘制的一大袋子地图 小千提起金泽 你可以得小心点 这一家伙之前烧过人家的书的 金泽默默抱紧自己的小包包远离游丽 游丽修得小脸通红 再次试图蒙唤过关 这些地图就是金泽活着的意义 但甚至告诉他们 如果没有了地图 他可能会去死 终于他们到达了塔下面 这座巨塔上 那个年久失去的电梯居然还能用 小千开着摩托椅上了电梯 忍不住担心这玩意会不会上到一半突然坏掉 电梯缓缓上升 游丽心中怀揣着希望 或许上层会有吃不完的食物 还有很多人在快乐的生活着 他们俯瞰着整座城市 下面密密麻麻全都是高楼大厦 小千有一些恐高 游丽便让他靠着自己 他又忍不住抱怨 这玩意为什么没有铁丝网 万一歪了掉下去怎么办 没想到这孩子嘴就跟开了光似的 电梯还真的突然歪了 好在三人都及时稳住了身形 车也被栏杆拦着 而金泽的小包包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了地板上 正往下滑去 来不及思考 金泽立刻冲了上去 小千和游丽也反应极快的一人 拽出他一条腿 可那些地图却飘飘扬扬散落了下去 这些都是金泽的心血 是金泽失去后会想死的东西 他让两人放手 他又随着一些地图而去 可游丽和小千不答应 两人齐心协力把人拉了上来 金泽看着外面的景象 失去了活下去的愿望 他不知道自己继续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整个人都被绝望的气息包裹 三个人来到了上层的一个园台 此时已经是晚上了 突然废弃的城市里亮起了一束束接灯 在黑眼中散发出微弱的亮光 却仍旧给人带来希望 金泽还是那副丧生的模样 游丽便走到他身边 分给他一根捐粮 金泽失去了他最宝贵的东西 那他就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分给他 然后告诉金泽 就算没有意义 偶尔也会有好事情发生的 就像眼前这幅景象 小千一个走了过来 将自己的食物也分了一些给游丽 三人一起欣赏着末日美好的一瞬 吃完后 金泽和两人告别 还送了一个相机给他们做纪念 他要往北方走 继续绘制自己的地图 而小千和游丽则想着前方最亮的地方行驶 那里会有什么东西呢 告别了金泽之后 小千和游丽拿着他给的相机 一路走一路拍 不过行驶中车辆会让游丽手抖 拍出来的照片都是糊的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到处都处理着滑稽脸的石柱 游丽一看着石柱 发现这玩意好像跟小千有点像啊 还让小千转过头来让自己拍一张看看 小千说着开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结果还是把头扭了过去 结果一不小心就撞到了石柱上 直接把柱子撞断砸在两人脑壳上 幸好两人都带了钢盔 就是小千这个表情果然跟石柱很像 游丽还在那抱怨 都怪小千开车的时候东张西望 记得他哐一声砸在了游丽的钢盔上 然后夺过相机表示 这玩意还是他拿着比较好 接着又不解气的给了游丽一锤 好在车没撞坏 小千还意外的学会了相机的使用方法 两人继续前进 石柱的眼睛也似乎在随着他们的方向看去 到了晚上 两人开开心心的吃饭 小千研究游丽白天拍的照片 全是那些奇怪的柱子 此时相机的右下角显示 还能再拍五万多张照片 两个没文化的小姑娘很震惊 那么多照片要怎么塞到这个小方块里 古人的智慧真了不起啊 而他们的存粮还能吃一个月 说着两人咽下最后一口军粮 游丽没吃饱 或者说其实他们一直都没吃饱 所以游丽忍不住感慨 食物吃掉就没了 但拍下来就能保存下来 小千突然想到了什么 利用刚刚学会的使用方式 给相机设定了延迟拍摄 迅速跑回游丽身边 还给两人整理理下头发 他们也不知道前路通向哪里 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但是能留下来一张合照的话 总能证明他们曾经彼此依存的存在过 游丽和小千一直向着发光的地方前进 终于在惊天日落的时候抵达了 这里的石柱更为密集 灯光照进去依旧是深不见地的黑暗 不过两人依旧是依然走了进去 有动就钻才是探向着的原则 契合的走廊里 只有小千那盏煤油灯 提供一丝微弱的光亮 两人十几日上 小千突然反应过来 这里似乎是寺院 也就是神明在的地方 那些神像就跟神明一样 游丽却只关心这个神明大人 他能不能吃好吃吗 走廊尽头是一面墙 上面记载着这个寺院的历史 它建造于400年前 供奉着三位神明 他们是照亮死后世界的存在 在小千打亮着石壁上的图形和文字时 游丽无所事事的瞎转悠 突然煤油灯闪烁了一下后居然熄灭了 游丽一下的慌了 喊了小千的名字也没人一声 茫茫黑暗中只有他一个人不断摸索 游丽这才意识到 没有小千 他连自己要做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这时才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倒 摸了摸剩下软眉眉的小肚子 确定是小千 委屈的问他为什么不回自己 想轻回答 因为游丽的反应太有趣了 说着露出了缺德的笑容 下一秒 强烈的白光笼罩了整座寺庙 他们终于看清了这里的构造 前方是三根巨大的石像 周围还有奇怪的装置互相碰撞发出声音 这就是极乐世界嘛 两个少女不由而同的发出了疑问 前面就是池塘 里面还有鱼 可惜不管是满地的荷花还是鱼水都不是真的 这是方品 游丽瞬间对神明失望了 小千则掏出相机 把那壮观的神明拍了下来 游丽吃着军粮 发出了灵魂之问 反正到头来 韦德的神明都是虚假的 还大张旗鼓造这种地方有什么意义呢 谁也不知道死后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小千就觉得 或许人们不希望那个世界是黑暗的 所以才造了石像 点了灯 来让自己放心 游丽若有所思 对于她来说 在黑暗中找到小千才是放心 突然游丽误了 原来小千就是神明啊 一瞬间 小千的形象在她眼里和神明大人重合了 小千听到后直接伸手要食物 表示信徒是要给神明供奉的 我神明要饭 这一下游丽再也不相信神明了 这天两人又来到一处居民区 游丽问人为什么要有家呢 小千回答 没有家就活不下去吧 再一想他们两个好像就没有家 以前是有过的 后来就没有了 不过游丽看着停在楼下的摩托车 或许这个小摩托就是他们的家也说不定 说有了两人一起走进了一间屋子 里面靠着窗户有两张沙发椅 他们坐下来开始欣赏落日与夕阳 真想永远住在这种地方 四周有墙壁 上面还有天花板可以遮风挡雨 既然开始幻想了 游丽就来劲了 他还想要个上下铺 小千恐高就睡下面 他自己睡上面 小千想要个能放很多书的书架 游丽又想要个能装满粮食的粮食架 最好屋里还得有暖炉 浴缸各种装饰等等 一个温馨的小屋 就在他的幻想中诞生了 然而睁开眼睛 后面的还是空荡荡的屋子 甚至即使是这个家图四壁的屋子 他们也只能住一个晚上 第二天又要踏上寻找补给的道路 不停寻找补给并移动 才是两人的归宿 游丽一寻死 那这段旅途不就是他们的家吗 说着给小车车加了个屋顶 虽然立刻就被小千无情的戳破了 走了一段路 小千也累的睡着了 车的歪歪扭曲的前进 严格要撞上前面的石堆了 游丽拼命敲打小千的钢盔 这才一个击刹车停了下来 睡眠严重不足的小千准备休息一下 都怪游丽还在昨晚没睡好觉 两个人睡前玩了垒石头的游戏 实际上石头倒塌时就输 轮到小千的时候 游丽不将武德 就能吹着口气 好不容易落起来的石头就此倒塌 小千不甘心要求再来一局 结果不仅输了 还输给游丽一根军粮 做么还梦见自己坐在摇摇欲坠的石堆上 巨大无比的游丽一口气出了 他左右摇摆 最后还是掉下去坠入深海 又被一条大鱼拖起来在海面游荡 紧接着又直升一条巨大的胖头鱼 定睛一看还是游丽一遍的 可能这就是游丽的复仇吧 游丽流入口水盯着小千看 这是真正的口若悬河 一个深吸气 就把小千临同大鱼一起吸了进去 小千从睡梦中惊醒 听到旁边的游丽还在巴基嘴说梦话 说什么吃不下了 气得小千杀心溅气 直接他在嘴里塞了块石头 一夜十八年 不知不觉两人走到了石林里 天气说变就变 突然下起了雨 好多两人很快找到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 小千也难得可以安静的看会儿说 但无聊的游丽拿铁棍敲起了建筑物 小千烦得不行 让他没事就去装水 游丽拿着空罐来到了漏水的地方 突然听到了雨滴滴落到地面的声音 又把自己个小千的头盔放到了窗戴上 雨滴落到不同的东西会发生不同的声响 两人便把所有空罐拿了出来 在一处小时的飞机中谱写了一曲雨之交响曲 很快雨停了 天晴了 外面又重归寂静 这天两人的车居然坏了 这要是修不好 别说就上层了 哪也去不了了 游丽还是那副吊儿郎的模样 突然他们看到空中居然有一架飞机 而地面上有个人正追着飞机跑 紧接着那个人摔倒在地 骑身后却只是看着飞机喃喃的一句成功了 一边拿望远镜一边记录着什么 压根没注意到走过来的两个少女 等回忆过山来吓了一跳 女人名叫施景 那架飞机就是她一个人造的 施景看过两人的履带是摩托车 表示能修是能修 但相对应的 小千和游丽要帮她一个忙 两人便跟施景回到了她住的旧空军基地 这里有水有电 还有不少机械零件 还有粮食生产设备 不过水电几乎都快断了 也撑不了多长时间 施景打开灯 露出了她真正想要制作的飞机 外面那个只是试作机 她让小千和游丽帮忙完成这个 等造好后 她就要开着飞机离开出的城市 晚上施景带来个小姑娘去早餐泡澡 还给她煮了山芋吃 人很靠奇 施景是怎么想的要造飞机的 施景便告诉他们 觉得基地散落着各种型号的飞机图纸 还刚好保留着设备 施景便参考这些图纸和数据造出了那架飞机 因为只能用这里有的零件进行拼凑 即使有图纸 危险度也很高 可施景不想错过这个温暖的季节 要是等风雪再次降临 到时候想走的走不了了 还没领着断粮断水断电的风险 小千有些担心 毕竟一旦失败 施景将直接面对死亡的风险 施景却说 要是哪都去不了 才是真正的绝望吧 待在这里只会慢慢的死去 晚上小千个游历每每睡了集装箱 第二天就开始给施景帮忙了 他们也跟着期待一堵 飞机起飞风采的日子 只是很可惜 飞机只能坐一个人 经过几天不懈的奋斗 飞机到了收尾阶段 施景也帮他们把摩托车修好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飞机终于顺利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试飞 在那之前 三个人先小小庆祝了一番 今天山芋也是一人两个 施景告诉他们 西边的生产事实里 应该还剩了点粮食 两人当即决定 把那里定为下一个目的地 施景的目的地是附近的城市 他有在基地 看得过飞机的航线图 之前透过望运镜 也隐隐约约看到对岸还有东西 施景终于要出发了 小庆和尤丽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这很可能是人类史上最后一次飞行 施景也将是最后一位飞行员 他们目送飞机起飞并远弃 目前看来一切顺利 这一刻人类荣光长存 飞机凹行的晴朗无云的天际 尤丽和小庆真心实意的 为施景感到高兴 然而下一秒 飞机的右翼突然折断 紧跟着四分五裂直坠下去 小庆不敢猜看接下来的一幕 但尤丽叫救了他 原来施景准备得有降落伞 他趁着降落伞摇摇晃晃的飘着 不免为这个结局感到悲叹 一个人努力了那么久 结果还是草草收场 不过失败了反而轻松了 施景难得露出了笑容 想必已经能和绝望和睦相处了 对于他们这些末世的幸存者来说 希望的尽头就是绝望啊 不过他们依旧怀持着希望 希望施景落到下层也能活下去 回去后两人收拾了东西 把施景留下的山芋全部装上车 然后踏上了继续寻找存粮的道路 这里就是施景所示的粮食生产设施 可设施里根本就没有路 只有在空中纵横交错的巨大管道 小千本来就恐高 管道还不平稳 游力便牵着他一起走 但即便这样还是不行 小千掏出绳子绑在自己和游力身上 这样自己狡猾掉去的时候 游力往另一边掉就得救了 就是说没有考虑到 就算真变成那样 谁会来救他们呢 好一根同鬼一尽神啊 说话间 连人又爬上了另一个管道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就要被那一颗小螺丝 不知道走了多久 他们累得已经快要走不动了 设施里也间接暗了下去 偏偏二人都忘了带梯灯 本来想回去拿的 一回头是傻眼了 他们是从哪上来的来着 这里到处都是管道 也没个标志物 很明显他们迷路了 没办法回头就只能继续往前走 结果小千一脚踩空信用的管道内部 游力想去拉他 却愣在了原地 小千在发光哎 他愣神的时候 小千已经支撑不住滑路了下去 这一滑才发现 原来路在管道里面呀 管闭上还会着箭头指示方向 粮食生产设施 偏偏游力比较叛逆 就想走箭头没指的方向 小千激进他 要是再迷路的话 找不到食物可是会饿死的 可能这就是开放世界玩家 和线性剧情玩家的区别吧 游力也只能放弃叛逆想法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过了特殊成就 又走过了一段路 两人终于来到了试经所述的设施 夹子里也种着植物 但那些植物全都枯败了 只剩下一棵上面还挂着山芋 好不容易来这么一趟 两人自然不能就这么离开 就能好好探索一番 说不定能有别的意外发现呢 两人来到了一个履带装置面前 小千刚走上去 游力就好奇地启动了一旁的红色按钮 机器立刻启动 小千猝不及防 只能迅速奔跑躲避身后的机器 好在游力又按了绿色的按钮 机器停了下来 就这么玩了小千好几次游力才放手 奇异的小千又扯着他的圆脸 搓扁揉圆 两人在机器附近找到了一些粉末 甜甜的 吃起来有山芋的味道 应该是他们采摘那种果实磨成粉的样子 旁边还有用来烘烤的机器 接着游力又找到了一些砂糖和盐 两人还是第一次尝到砂糖的味道 甜甜的 或让人产生幸福的感觉 游力想起来 就年的包装袋上配料表上 就有砂糖和盐 再加上山芋粉 说不定他们能做口粮啊 说干就干 两人把所有配料倒进了大盆里 他们以前和爷爷一起做过面包 用做面包的手法开始揉面 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快乐的干活 就连小千都忍不住跟着哼起了歌 将面团分割成小块放到火上烘烤 游力还把剩下的砂糖全部撒了上去 两斤斤的 好看又好吃 两人吃的脸都扁了 兴奋的靠在了一起 果然砂糖是文明留给幸存者最后的位置 将做好的口粮搬上车 小千和游力又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这里整整齐齐注立着石壁 上面全都是抽屉 突然小千看到一个抽屉被拉开了 游力好奇的爬上去 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发现只有一枚钮扣 奇怪的机器 还有空蛋壳和碎步头 游力照单全收 则车上摆弄起那个奇怪机器来 走着走着 两人久违的再次看到了滑稽眼视像 游力赶紧掏出相机开拍 相机真好啊 有了他就能留下回忆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游力可能早就忘了金泽是谁了 实际也是如此 小千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人影 大概是他们口中那个爷爷吧 想到这里 小千恍然大悟 果然发现每个抽屉上都写着名字 里面放的应该就是那些人的东西 或许他们的亲人 为了不忘记他们而放在这里的 这样的话 这里大概是个目的吧 不知不觉雪下大了 小千和游力又返回去 将那些东西放回了抽屉 毕竟他们要是布置在这里 就没有意义了 他们又找到了一个可以往上层的塔 不过外面的电梯坏了 这次他们只能开着车 走内部盘旋而上 一圈又一圈 这些都分不清是在往上还是往下了 而且小千和孔高 一直绷着精神 游力忍不住发出感慨 怕死还怎么活着呀 不知道走了多久 小千的脑袋已经开始晕乎乎了 连前面路断了都没注意 还是游力连忙敲醒他才回过身来 路没了 但旁边有一个出口 外面居然还有一段路 是贴着墙壁搭起来的桥 就是为了应对里面那条段路 两个人一辆车压上去后 石板变得摇摇晃晃 甚至走到中间的时候 桥居然开始塌了 这大概是游力和小千里死亡最近的一次 这样下去 桥探他的速度 很快会赶上他们前进的速度 游力立刻握住小千的手加速 终于在最后一块石板掉下之前 冲进了塔里 其后余生的两人喘着粗气 休息片刻后再继续行走 果然还是这种平塔路面更让人安心啊 一拳又一拳 终于在晚上看到了出口 这一层也依旧是末日废土的模样 只不过离月亮更近了一些 小千和游力开始搜索附近的屋子 看看有没有能用上的 其中一间天花板破了不少洞 月亮照了进来 把游力兴奋的不行 挥着铁棒的屋子里敲敲打打 还一波小千敲到了小千的脑壳 一时间气氛有些沉默 终于小千还是暴怒的把游力扑倒在地 却撞翻了几个玻璃瓶 上面写着啤酒 打开盖子后 倒出的是金黄色的液体 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这个液体会是什么味道的呢 两人一人倒了一杯品尝 游力知乎好喝 和小千一起喝的小脸通红 两人在雪地里打打闹闹 又趁着月光起舞哼歌 果然浪漫是人类的天性 他们还约定要一直往上爬 爬到月亮上去 小千和游力又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基地 突然一阵有规律的声音由远激进传来 两人屏住心神 等待那个巨大的机器人从面前路过 才敢继续往下走 下落后 居然是一个巨大的玻璃水缸 里面还有一条活着的鱼 紧跟着又过来一个小机器人 还主动跟他们打了招呼 小机器人表示 那条鱼是他管理的生物 并且提醒正在流口水的游力 那个不能吃 这类机器人只剩下 他和外面那个大家伙的活动了 他们带着游力和小千一起逛基地 这里曾经是大量生产食用鱼的生产设施 可惜现在只剩一条了 小机器人还带他们去了空水槽泡澡游泳 顺便洗了衣服 小机器人告诉两人 地球曾经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 而人类选择了独立 他们替换了水和空气以及能源的循环 建造了能持续保障人类生存的城市 机器人们的工作 就是尽可能维持城市中的基础设施运作 就算人类不在了也要继续 小千看游力游得那么欢 也忍不住下水了 结果他的脚踩不到底而差点溺水 连走马灯都出来了 但是在闭上眼之前 他看到了正在往这边游的游力 修正好后 两人又跟着小机器人去喂鱼 还在对方的指示下 来到了两根管道之间温暖的地方休息 水梦之中的基地突然震动了起来 游力和小千惊醒 发现那是那个大机器人在拆除附近的装置 小机器人连心问了一下 得着对方坚持要拆除这里 不仅是这里 整个基地都在他拆除列表 大概是产生了对城市致命的错误 游力看着水池里的鱼突然问了小千一个傻似的问题 我们去救那条鱼吧 为什么要救他也不知道 可能这就是同为生命的共感吧 小机器人无法跟着一起行动 支援了他们一些炸药 让他们去把大机器人给炸了 游力抱着炸药跳到了大机器人身上 试着好后 他把遥控器给了小千 一阵剧烈的爆炸之后 大机器人轰然倒下 机器人是生命吗 在这个末日废土上 能凭着自无意志和他们交流共感 又凭什么不是生命 但游力进行了曲折 为了救那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的鱼 看着大机器人 小千有些感慨 或许人 鸡血鱼和城市都是活着的 迟早会迎来终结 又或许生命本身就意味着终结 之后他们告别小机器人和鱼继续前进 这个城市的地下居然还有正在运行的电车 两人开着摩托车上去 他们不知道这车从何而来 要往何处去 只是无所事事的车上闲逛 又发现了不少不认识的东西 还有一个钟表 小千告诉游力 那是用来计时的工具 钟表跑两圈地球就转一圈 不过这种计时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至于他们时间的是粮食 还有几斤的存粮就能多活几天 找不到粮食就没了 下车后 两人继续在隧道前进 游力掏出了当时在墓地偷偷顺走的奇怪机器 原来这是个收音机 还能时不时收到一些电波 或许是音乐 或许是无意义的字符 他们一直在机盘内行驶 现在无比想念阳光的味道 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前面居然出现了一个直通地面的电梯 但是因为游力慢吞吞的没来得及按暂停键 两人一车直接被甩了出去 游力自己安然落地 就是苦了小千差点脸着地 其实游力刚刚是听到了收音机传来的音乐声 现在这声音更加清晰了 搭配着外面的夕阳 总觉得这样的场景有些悲伤 小千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但他只是揉揉眼睛 说夕阳真刺眼 出去后 两人紧了头发 拍了合照留念 然后在附近发现了不少武器 看来很久之前这里发生过战斗 不知不觉他们上次做的山芋饼已经吃了不少了 寻找粮食又要提上日程 这时游力突然在管道中发现一个没见过的生物 一敲管道 那个年糕精就扑到了游力怀里 万万没想到 年糕精居然能说话 虽然是就着收音机才发出了声音 而且只是在重复小千和游力的对话 他们都认不出来这是什么生物 游力就想着干脆吃了算了 小千不同意 毕竟同位生命 游力只好放弃 可这个小年糕精居然开始黏他们了 两个人便决定带他一起走 当个小宠物也很不错嘛 在车上游力还为年糕精吃了子弹 并把他训练的能交流了 年糕精似乎特别喜欢吃子弹 那么大个儿的暴卷又往嘴里吞 两人又来到了一处设施 在这里小千还发现了幸存的书 虽然看不懂上面的蚊子 还是果断把它装到了车上 他们在设施中间 发现了一个依旧在运行的奇怪机器 游力和年糕精玩得不一流活 小千都继续拍照留念 突然收音机传来了新的音乐声 年糕精表示很喜欢这首歌 还知远方说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游力和小千当即决定 就往那边走走看吧 那时呢走到路中间 旁边的装置突然开始坍塌 幸好小千那么跑得快 还掉下来一个巨大的机器人 不过他已经没办法行动了 年糕精不由分手爬了进去 比游力还忙 小千和游力只能跟着进去 发现年糕精居然把里面的屏幕打开了 游力随手拉了下手柄 一枚导弹就晃晃悠悠飞了出去 然后在不远处炸开 游力又试了试其他功能 居然还有超电磁炮 远处的废土瞬间燃起了一大片火光 游力还开心的哈哈大笑 小千生气了 一劝把他做到 这有什么好笑的 游力也觉得自己笑的不合适宜 不好意思的道歉 毫无疑问 这个巨大的机器人就是个战争机器 说不定城市就是被他们破坏的 但也不能怪机器 因为操纵机器的是人 原本已经是废墟的城市再次被破坏 小千和游力对此又无能为力 第二天 两人给油箱加满了油 年糕筋也跟着舔了几口 这小东西真是什么都吃啊 他们一边讨论未来 一边跌跌撞撞的情形 终于找到了传来店舖的地方 是一个巨子的装置 只有上面有个入口 紧闭小千和游力的力气根本打不开 然而年糕筋插进去操作了一番 盖子居然打开了 里面又是巨大的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设施 小千觉得这里说不定能了解到以前人的生活 果然他发现了梦寐以求的上下铺 还有一袋巧克力 是比砂糖更好吃的味道 那在末日吃到这种东西 也算死而无憾了 这日两人又来到了一个屋子拍照留念 拍照完后 相机突然出现一行字 紧接着年糕筋也开口连接成功 相机居然和面前的屏幕相连了 有小千他们最近拍的照片 还有更早之前的照片 其中一些是金泽和一个女孩的合照 背景还是废土风格 大概当初他们也像小千和游力一样相依为命吧 但两个人遇到金泽的时候 并没有见到那个女孩 游力只会年糕筋把所有照片全部打开 除了照片还有视频 里面是会动的人 一个女孩正在讲解这台相机的原理 游力将所有视频全部点开 看到了末日前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他们见到没见过的美味料理 还有光怪录着的演唱会 热血沸腾的运动会 那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美好生活 直到后来大规模空袭发生 紧接着全球型战争爆发 城市一个接一个的失联 美好的一切转一瞬间就会烟消云散 游力靠着小千 两个人意味着感觉不那么孤独了 他们也回想起了小时候的记忆 爷爷交给两人一把钥匙 让他们带上所有食物往上爬 摩托车带着他们缓缓远离 而爷爷手中端着枪 一觉醒来年糕精又不见了 游力起床拿收音机想找他 年糕精果然跑回了他身边 就是这身形看着有点大呀 再回头熟悉的小年糕精就在他身后 随着小千打哈欠走来 下面就看到游力被大年糕一口吞 他拿枪指着小年糕由于要不要直接动手 想了想还是把小年糕放过头顶追了出去 可他平时没练过枪 一不小心摔倒枪先走火了 他不知道没有游力自己要怎么活下去 过往的一默默相继浮现在眼前 小千终于扛着枪爬到了上面 然后和游力遥遥相往 大年糕直接把游力吐了出来 原来他只是想吞掉游力的收音机 因为他们种族没有发生器官 只能借助这种方式交流 大年糕撑开了伞盖变成了大蘑菇 发出了小年糕最喜欢的那种音乐声 这是他们的通讯信号 说着还打开盖子 每一个洞里都钻出来一只大蘑菇 大年糕表示 他们不吃活人只吸收热不稳定的物质 并在体内分解 使其生成更稳定的状态 等到处理完毕 地球上的生命也就迎来终结了 据他们观察 这座城市中的活动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除了最上层 他们还观测了其他大部分地区 目前存活下的人类只剩下了小千和游力 他们感谢两人把小年糕送了过来 这个种族是成群行动的 他们要一同离开这座城市了 大蘑菇缓缓飞向空中 他们又将何去何从呢 小千和游力得知了世界即将终结的消息 不过那又如何呢 只要他们还有彼此 一切灭亡和终结就都无所谓了 告别了大蘑菇 两人又在附近的食堂搜刮了罐头 继续踏上旅程 往最上层去 往月亮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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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